都收了一些 所以才是下半場一球 開始初段 棉蘭的確是積極了 但是對於張春輝來說 有多機會磨練 不過很快就是《列馬特》起腳射 當時張春輝看見潘春輝追回來 所以他很穩定,他不會肯定走出來 有些龍門比較疼,一早走出來就糟糕了 好了,再一次見到綿蘭的射門 這次射門是李安納道 但還是略門而去,沒辦法是中的 這個球看看 對方,這個沙力臣亦都迫你一迫的位置 迫到他不可能直射,一定要射 看看這邊的那華,李凱強 把球打到遠處 趙琦亦都是把球打到遠處 可惜他吃五隻,只是彈下去 守門員家,很輕易把球接實 說回下半場,其實綿蘭隊的攻勢 很多時候就靠在右路 其實就是那個聶馬特,比較出色一點 看看那個晚鏡 當時我就覺得趙琦應該先把球控下來 因為吃球,腳面始終不太輕易 可以捉摸到,所以就差了機會 再看看T.C.高斯的拳球很活躍 左邊出個球,你看看 遠處,李凱強不要留給李偉蘭一射 可惜他就是散倒對方的球員 把球去到底線了 現在得到一個角球 找到艾高斯 不過這個球的差勁,李凱強很厲害 因為他明知自己的位置 勾到也不到 他拿著讓李偉蘭射 你看這個球,C.高斯明顯是想調高的球 但這邊過了一個籠,就讓李偉蘭射 可惜,李偉蘭這球是散中對方 而不是散中對方,這球是有機會進入的 好,雖然右邊是他跌倒 但體制仍然繼續 T.C.高斯 走過來右邊 用C.加Q出了 這個球,一趟就完成了 這個球突然間,T.C.高斯不知為何 神頭之筆走過來右邊 他一推下去,用右腳C.加Q 就令卡卡這麼開心 因為造就到卡卡也有一個入口 3比0 這個球其實卡卡以角度取勝 不是勁力取勝 可以先擦散泥 但是卡卡今天,我覺得 整體來講卡卡的表現 演出不夠在何水波時那麼搶鏡 何水波無論他的頭鎚、射門都很度假 今天他表現的機會少了 但是這個球突然,拉空用右腳出 中間球員走過來 卡卡就輕輕地躺 這些球倒數也不需要很厲害 其他位聞說,最重要是進去 進去就達成目標了 看看又是天使高斯 今天非常會 左右兩邊的出入球都很漂亮 諾鏡也不錯 李開強也能夠放前置 可惜就是批球比較低高了一點 球還能夠中了網頂 看看TC高斯這場球 左右兩邊都能夠見到他 反而本地球還沒見到他那麼出色 看看這邊了 原來有個罰球,可惜又射高了 射球是李安納道 亞根廷的球員 巴西是球員才是真的 巴西是球員 再有一個罰球 看看是否又是李安納道 鏡頭不見他 這次又是 艾芝斌一射 好厲害 章春暉也沒有黑暗訓 雖然位置不是那麼容易看到 但雙手可以插出底線 這球是最接近破彈的機會 可惜 換味也不幫他 撐到球這麼近 這麼靈 雖然位置是中環尾 入球還沒解圍 已經打到保時了 以綿蘭來說 剛才那個頭罪 艾芬的頭罪 最有機會入球 入球不到之後 南華也不可能再添到極力 最終是三比